原始人和动物都能喝生水,为啥现代人非要喝过滤水? 我们常看到排排吨喝水的大老虎,怎么到人类这里不是过滤水,纯净水就是蒸馏水? 人类不是没经历过如毛饮雪的生番时代,现如今却不能喝生水了,到底是矫情还是退化? 这里是知识TNT,抛开愿不愿意喝这个问题,我们能喝生水吗?喝了又会怎么样? 随处可见的自来水厂已经给了我们明确答案,那就是不可以,至于原因,当然是怕死。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给出的数据,在低收入国家中,感染类疾病是排名第六的致死原因。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在2024年披露的最新数据,腹泻已经成为导致5岁以下儿童死亡的第三大原因, 每年有约44万名儿童因此死亡,而引发该疾病的最主要原因是受污染的食物和水源。 而残酷的是,世界上有7.8亿人无法获得改善的饮用水,25亿人缺乏改善的卫生设施。 而世界卫生组织给出的预防和治疗措施最紧要的一条就是获取干净水源。 或许在中国我们已经养成了和桶装水矿泉水的习惯, 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世界上还有那么一部分人仍在喝着能够威胁他们生命的不干净的水。 这种情况只能说很抱歉,无关意愿,他们别无选择。 没过滤的自然水究竟有多脏? 野外的生水无论看起来怎么清澈见底,里面都有可能包含着细菌、病菌、原生动物等微生物。 他们在那些我们肉眼看不到的地方蠢蠢欲动,并从口入这句话并非危言耸听。 喝了这样的水,人类可能会被祸乱、瘧疾等疾病找上门。 举个例子,1815年,城市居民得到许可将污水排泄管道连接到英国饮水命脉泰晤士河上。 由于缺乏完善的下水道系统,泰晤士河逐渐被污染,大自然是很包容的,但并不意味着人类不会因此被反噬。 以19世纪的伦敦为例,他们被称为祸乱的厄运敲了门,这一切都因为他们长期使用高污染的泰晤士河河水作为生活用水。 仅仅是1831年就带走了6336人的生命,祸乱一共敲了四次门,一次次将伦敦拉入人间地狱。 其次,水里可能会包含有因为人类社会生产活动所产生的重金属、农药、化肥等化学物质。 化学物质对人类健康的危害显而易见,它可能攻击我们的神经,让我们慢慢患上一些慢性疾病,例如肾病癌症。 在2018年,在美国密歇根州本顿港,就有很多居民在自家的饮用水中检测出某种元素的超标,牵中毒会产生可怕的后果, 它可能会对人的肾脏和大脑产生影响,例如让成人思维迟缓,让儿童的大脑发育不充分,并降低他们的学习能力。 然而直到三年后,政府关于饮用水中千含量超标的警告声明才姗姗来迟,然而这不仅仅是密歇根州的事,在底特律等地区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最后,自然水中还可能存在有天然合成基污染物,如有机溶解物、残留药物等。 亚利桑那州约1600户居民和部分周边企业用水遭到污染,有居民因此患上严重的肾脏疾病。 这一切的罪魁祸首是合成有机孵化物严重超标的消防泡沫材料,它们被广泛运用于该州的美国空军基地。 为什么人喝水需要过滤而动物却不用? 现代人别说喝脏水,就是偶尔喝点生水都会腹泻不适,挺娇气。 可是这份娇气却是我们从300万年前如毛饮血的历史教训中积累出来的经验。 吃生肉喝脏水的先辈们寿命也极短,到后来我们发明工具,开始喝净水,喝开水,到如今喝纯净水,矿泉水。 这一步步走来,中国的平均寿命也确实有极大的提高。 根据今年的数据预测,我们国家的平均寿命将会达到78.8岁。 当然这里头不仅仅是饮用水改善的结果。 那么如果不得不喝,我们应该怎么办? 现在就教你几个方法,有备无患。 第一,我们需要判断水源,尽量选水流较大,流动速度较快,水里也没有腐臭味的溪流。 这样的水里面细菌繁殖比较慢,细菌数量较少。 大自然其实告诉了我们很多,我们可以根据植物生长情况寻找水源。 见到以下几种植物,说明这里的水位高,水质也不错。 沙流,马莲,金针,如果是马兰花,福子芽等植物,说明这里是淡水水源。 第二,过滤水源。 当然,在干净水源都找不到的情况下,也不能指望有多专业的过滤仪器。 这种时候运气要是比较好,能找到木炭碎合适的布料等,可以考虑做个简易的过滤器,或者把水烧开了喝。 要实在没有,可以直接静置沉淀,取上面比较干净的水饮用,或者在水源附近2到5米的地方挖掘一个深坑,然后等着水从泥沙汽水里渗出来再喝。 如果实在没水怎么办,我们可以向大自然求助,尝试植物取水法。 实际上,我们现在不仅仅是水干不干净的问题,而是有没有水可以喝的问题。 水资源短缺的情况越来越明显,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需要节约用水。 江河湖海、海纳百川,对于养育包容我们的母亲河,我们也要有良心之感恩。 滴水之恩本就该涌泉相报,毕竟谁也不想被迫喝脏水。 这是TNT,专注你不知道的食物科普,我们下期再见。